樂園本來是為人帶來歡樂的 但自從香港興建迪士尼樂園 一個本來很喜歡迪士尼的藝術家 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路卓宜跟他聊過 一件T恤 一條膠喉管 幾件簡單的工具 歐陽東用了不用15分鐘 就創作出這一件 認他叫做人肉吸塵機的裝置藝術 用來諷刺迪士尼樂園 每晚放煙花 影響附近的居民 你天天放煙花 我們天天就吸你這層那種光心情 當你不停放煙花的時候 其實戴嶼山的居民是在吸很多 在空氣上的那種化物物質 或者其他煙霧 好像人用吸塵機的過暗生活 歐陽東跟很多年輕人一樣 自小就跟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和故事一起長大 對於迪士尼文化一直有好感 不過他說自從他了解多了香港興建樂園的背景 知道政府付出了很多錢興建樂園 以及樂園對環境的影響 他就越擔心香港未必能因此受惠 你說定定40年 初頭計算就是40年裏面就會回本 但是十多年後就在其他地方興建另一個的時候 那香港那個我們這個怎麼回本呢 最終多少益者是誰呢 有個迪士尼 亞洲電視記者盧卓宜報道